戒是根本 戒是无上菩提本 大经大论都这么说法 不能轻视 不能小看了他 那么今天学府 问题就处在这个地方 都把戒 收获了 尤其知识分子 我们自己也是知识分子 不是高级知识分子 有那么一点知识 就起障碍的作用 我最初学府 方东梅先生介绍的 我跟他学哲学 他在哲学概论里头 最后一个单元 给我讲佛经哲学 我对佛经才认识 深欢喜 但是受方老师的影响 知识分子 这学家 对于大臣经论 特别爱好 华言 法华 愣言 大致都愣 于切斯底论 真的很喜欢 对戒律呢 真的是 俗获了 看都不想看 而且自己还有充分的理由 戒定会 为什么不去学戒律 是戒律 这可能是生活规范 释迦摩尼佛 三千年前所讲的 古代的生活 我们是现代人 怎么能去过三千年前 古人的生活 而且又是外国 是印度 地方 各了一万多里 时间 三千年前 所以这个东西 可以不必要了 你看 还认为自己很有理由 老师真了不起 他用的方法 叫善巧方便 以后读大成经 读了这四个字 真正想到 张家大师对我用的方法 太巧妙了 大师知道我 不喜欢戒律 可是知道我是个 好善 好善的心 有 好善的行为 有 就是观念 扭转不过来 他 跟我就很少说 这个问题 教给我 都是今天 非常重要的 关键性的 这些理论 喜欢研究这个东西 可是我每一次 离开他 他都送我到门口 送到门口的时候 一定会给我说一句话 戒律很重要 五个字 所以这一句话 我听了几十遍 我跟了三年 每一年 见一次面 这个每一个星期 见一次面 至少的时候 三年当中的时候 有一百多次见面 这一句话 听得耳熟 我虽然听了 我也没在意 可是他每一次 送我出门的时候 最后这一句话送过 到他老人家 园集 我跟他 他老人家 六十五岁 六十八岁 走的 我非常感恩 很多今天讲 佛教的知识 都从他里来的 没有人给我讲 他给我说 火化之后 甘祝和福 他的弟子 出家弟子 在火化场 大了两个帐篷 他们在那个帐篷里面 住了七天七夜 送金 给大师回家 那么我也请了三天假 在帐篷住了三天 这三天三夜 我在想 我跟老人家三年 老人教了我些什么 这一想呢 第一个印象就出来了 戒律很重要 这个时候才很认真 为什么他要老讲这句话 这句话正是我不想听的 但是说的次数在头 印象太深了 所以我就认真 所以我就认真 去想 想了两个星期 得到一个结论 这没人告诉我 应该是什么 佛法是出世间法 不是世间法 世间法 这我常常想 老世间法 必复法 世间法 三代的礼 都有新歌 礼跟戒律是 差不多的意思 夏商周 都有 都有修订的 不完全相同 因为一个时代 那一个时代 都几百年 夏四百年 上六百年 周八百年 他们这些法律制度的时候 都有改变 这世间法 那出世间法 没办法改变 改变就出不去了 我就想到这个道理 这个我对于戒律 重视了 所以我那个时候想 老四缘吉 是为我 他要不缘吉 我永远不会想这问题 不知道这个重要性 他这么一实现 让我想到这个问题 把这个问题重要性的时候 找到了 这是出世间法 断烦恼 真不敌 戒律是帮助我们 断烦恼的 消业障的 如果不持戒律 你烦恼断不了 烦恼断不了 烦恼会增加 会增长 业障消不了 业障越击越多 到最后 虽然学服 可能还是倒下 这一想呢 就害怕了 就后悔 老四在的时候 为什么不多问问戒律 戒律 我是一个 一句话都没问过他 所以他知道 我不喜欢听 用的这么个善巧方便 送我出门的时候 就送一句话给我 老人慈悲到基础 对于完备的爱护 真叫无为不止 所以我对老师 念念不忘 没有老师三年的基础 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 跟李老师学的人很多 为什么成就人很少 没有我这个三年基础 我学服 基础是张家大师奠定的 李老师成就的 三个老师缺一个都不行 我都不能成就 所以我再常常告诉大家 戒律重要 决定不能俗乎 俗乎是搞假的 不是搞真的 八万四千发门 肯定你不能成就 为什么 他不带业的 静中带业 是带旧业 不带新业 你现在天天还继续在照应 可能你把经理的意思解错了 认为 弥陀十八愿讲得很好 灵敏宗师 一念十念都能往生 我现在早也不要紧 灵敏宗师 我一心念佛 那可以待遇往生 这个想法就大错 他错了啊 你临终感保 最后一念是阿弥陀佛吗 你有这个把握吗 那没有这个把握怎么办呢 那就得继续改轮回来 你说这个事情多可怕 这不是儿戏的事情啊 这是关系 了生死 出三戒 臣服做主的事情 怎么可以儿戏抗治 那你怎么会成就 一定要认真 要非常认真 不能有丝毫恨恨 从哪里学呢 哪里学起呢 从弟子规学起 你不从弟子规学起 戒律肯定不能拯救 为什么 我们遵循的 是敬业散服 啊 进中学会 当年在美国成立 我写了个原期 原期里面写了 行门 无苦 啊 我们必须深受的 第一 就是指导原则 啊 进中最高的指导原则 观无量寿经理 对的经义散服 三条 啊 第一条 孝阳父母 奉死死长 慈心不杀 修是善业 头一条 头一条 人天善啊 这一条做到的时候 你来生不是人生 你不会躲上我头 啊 第一句就是孝阳父母 人不孝父母 不敬老司 他全毁掉了 全都是假的 就像种树一样 没根 啊 插在这个土里头 活不了 你这都重要 啊 所以 我们提倡如是道三个感觉 也就是 孝亲尊丝 落实在 弟子规 慈心不杀 英国教育 落实在感应品 啊 道家的 啊 后面是父 修是善业 由这个基础 在第一层楼 才有第二层 第二层 受持三规 居足中介 不犯为一 二层 耿 身为原觉的耿 啊 再向上提升大臣 发菩提心 身心 应骨 读诵大臣 全尽心尘 这也有此地 那最后这是大臣 菩萨 根啊 所以这个敬业三福 佛则后头讲得很好 这三条 是三世祝福 敬业的 大根 大本 啊 三世祝福 敬业 正因 啊 啊 这个一句 报不仅是 净土啊 所有宗派 八万四千法门 统统包括这几种啊 任何一个法门 都不能离开 这是这个指导原则 啊 这是这是佛法 正法 啊 不仅这个 怎么能成就 啊 所以我们把这个 给它第一条 啊 必须要遵修的 常常言念 要记得很熟 啊 第二个 六合进了 不论在家出家 人与人在一起 不能和睦相处 这完全是假的 这哪是真的 啊 今天世界都动乱 毛病出来 不 人人都自私自利 都只有自己 没有别人 侯要先替别人想 别人也替我想 侯目就先见 啊 所以 三福 敬业三福 六合 啊 三学六度 三学是接点会 啊 六度是六波罗里 最后一条 普贤菩萨 是大愿望 啊 我们就根据这个 修行 七心动念 阴雨造主 啊 决定不能够违背 啊 不要太多 太多 记不住 啊 就这几样 够了 啊 啊 敬业三福了 吃个最高的指导 真正落实 就是 六合 三学六度 十元 啊 中国古神仙仙 传下来的 也很简单 也思苦 无能 补偿 思维 巴德 说静了 啊 把这个做好了 你就真干了 这个东西没有做好的 是假的 不是真的 啊 所以你看人 是不是真学 他是不是真感 啊 你就拿这个做标准 你来看 啊 别看别人 先看自己 啊 别人能成不能成 与我不相干 先要把自己管好 我这一生 要拯救 啊 我这一生 要 离开 六道轮回 啊 我想通了 六道我再不干了 啊 你们喜欢 我都让给你们 啊 我到极乐世界去 啊 我认识极乐世界 我了解极乐世界 我欢喜极乐世界 我给你 我 你 我